哈喽大家好,我是Sash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想和你们来好好聊一下 2019年全年度我最喜欢的书籍 无论说你是想跟着我一起复习一下 还是想年底集中种草一波好书 都请接着看下去吧 今年第一本五分书籍就是 我被浙水利同学种草的斯蒂夫·赫利的 《我如何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 读了几张吧,就立刻 这个书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给他打满分的 这部作品呢,很典型的带着西式黑色幽默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影子携手式的男作者 收别人的钱,帮别人写特别夸张的入学申请书 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特别不顺 受到了很多的打击 他就想到了这么个奇怪的点子 说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所谓的畅销书 如果我去观察他们 把他们所谓的优点都给汇集到一起 放到自己创造的作品当中 那这样我的作品不就也能成为畅销的了吗? 花时间去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 我也他打五分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的母题他的情节实在是太特别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讲这种故事的书 第二点呢,虽然这是一部通俗作品 但是从字里行间你能看到作者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第三点呢,就是特别特别戳我的 他的幽默,他的讽刺性 一针见血地说破了如今欧美现代通俗小说市场的弊端 接下来呢,第二本满分书籍就是 《费斯杰拉德的人间天堂》 是《费斯杰拉德》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也是这一部书的稿筹 让他和泽尔达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理想生活 其实很多时候你去读《费斯杰拉德》后期的作品 会发现当中的很多特征 或者很多人物性格上的点 都是和《人间天堂》很像的 《人间天堂》是一部比较长的作品 不是那么那么的好读 我也愿意把它归在文学类当中 故事呢,是围绕着一个叫爱莫里的富家男孩展开的 随着情节的进展 你可以看到爱莫里青春期是什么样 他进了大学又是什么样 之后爆发战争 整个社会完全变换了一种状态 他的人生态度又变成怎么样 我总是能在《费斯杰拉德》笔下的主人公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无论你是青年 还是你到了中年 你的人生中都总是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新的机遇和新的困惑 无论对于多大的人来说 人生它都是一件没有解答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甚至希望 我看待自己的人生 能够像我去看《费斯杰拉德》的小说一样 这样你就不会被自己的思绪所困扰 而是看到每个阶段自己的成长 《费斯杰拉德》的文字至少是我个人特别特别热爱的风格 词语以极其美妙的形式排列在一起 我甚至认为它的思维方式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体会和模仿的 接下来一本我打了满分的书籍是少有的我会读的国内的作品 就是李旦的《笑场》暂且算它为短篇小说集好了 前面一大部分都是它几年前曾经在微博上写的关于寺庙里发生的故事的合集 当中会有大彻大雾的方丈也有不安适适的小和尚 他们神神叨叨日常其实就和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的相像 我最喜欢的部分呢是书中后面的几个短篇故事 每个故事的设定都是非常可以说诡异的 给我感觉就是哇作者太能详太会写了 短篇小说我实在是不好讲剧情 容易讲一点就整个都吐露了 对于情节好奇啊想去查一下更仔细的内容 可以去豆瓣或者什么地方看一看 李旦的文字呢是今年我打了五分的这些书里面 不那么以鲜明的文学特点著称的 大多数地方都比较平铺直续 但是呢风趣精彩 好再接下来一本满分书籍呢是我今年特别喜欢 但有可能是我唯一喜欢的悬疑小说 就是Josh Mallerman 我现在已经不会不带大声音的发R了 Mallerman的Bird Box 这本书的续集好像叫Mallory 在2020年也要上市 同时Netflix上面还有他的改编版电视剧 在故事的刚开头呢 你会看到女主人公惊喜的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很不巧的世界各地 爆发出一些诡异的新闻 说好多人突然发疯了 做出很反常的行为伤害他人 最后还都以自杀告终 很快事态就迅速恶化 女主人公就要想方设法 让自己活下去的同时 保障他肚中的孩子 这本书是双线的描写 在基数章里面写的是我刚才说的 大家在二二四六章当中能看到的是 一事件的初始发生已经过了几年了 女主人公带着她的孩子蒙着眼睛去划船 这个应该是Netflix做的宣传片里面 大家也会看到的片段 他们为什么蒙着眼睛呢 就是因为报道里说大家发疯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是个现象还是怪物 还是人还是什么的 这本书当中的心理恐怖效果被设置的特别棒 它让你像女主人公一样蒙着眼睛 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接下来一本我打了满分的书籍是在11月当中 才跟大家分享过的阿瑟黑利的最后诊断 这本呢是我读到靠后的部分 才突然决定给他打满分的 故事的主线呢是在讲三郡医院里面的病理科改革 一派呢是以守旧派老医生皮尔逊为代表 另一派呢是以新的院长欧唐奈为代表 一上来呢你们就能看到病理科存在着行事效率低下呀 人手不够啊没有太多现代化设备啊这类问题 欧唐奈呢就想以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皮尔逊作为一个老的病理科专家 有着很多老派行政人员的支撑 同时他认为大家拿一些机器来取代他 是对于他的不尊重 正是一些不幸的存在 让医生们反思自己从医的本心 也能够让大家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 去看医院之后的发展 但另外还有一些情节线情节点 我也认为非常有趣非常优秀 想和你们稍微的提一下 如果说小伙伴们怕剧透的话 可以跳到下面这个点 另外两条主要的情节线都挺戳我的 一个点呢是医院里面新来了一位病理科医生的太太怀孕了 在这里的妇产科接受治疗 但是他太太呢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次流产的状况 这次就也担心的非常多 另外一条线呢是医院里一位年轻的男医生和一个 不叫护校 医学院来实习的女生之间的恋爱故事 但是他们的故事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些不幸 一方面是看到医生如何在自己的私人情感和他的工作职责之间去寻找平衡点 另外一点呢是多多少少这两条线都体现了一些现实吧 阿瑟黑衣的故事都挺慢热的 包括大饭店和最后诊断都是我读到中短或者后半部分才会受到很大的触动 但是结局都是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所以慢热这也不算什么了是吧 好接下来我在12月间还读到了一本满分书籍 马克哈登的该我开枪了 嘿朋友们我忘了说 这也是一本精彩分成的短篇小说集 现在你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全书的目录 大概有8到10个故事 我是分开来录评和录现在的片段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但是你们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 从第二个故事开始说 讲一个靠近海滩旁边的游乐区域塌了的事 作者通过非常生动 但是又非常简练的语言 描绘出了桥上的钉子是怎么松动 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真的觉得用自己的语言形容不出来 他给我的震惊感 然后我再挑该我开枪的这个故事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男主人公是一个从小就比较争强好胜的角色 长大之后也非常有成就 他能说会到在很多电视台做主持人或受邀嘉宾赚了不少钱 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有着看似和谐的上流社会家庭 但是他和家庭中其他人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确切来说这家当中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 故事一开头呢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回到了男主人公的父母家参加圣诞聚会 突然呢闯进来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喀的把一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说我想和你们来玩一个游戏 你会看到每个人的性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随着这样一个略带黑色元素的故事发展 而肆意生长变得扭曲 后面的几个短篇故事啊带有非常大的奇幻成分 有个故事设定是在外太空遇险 有的故事是讲公主被海盗劫走了 还有的故事好像整体是发生在现实中 但是当中插入了很诡异的奇幻点 马克哈登的文字张力实在是太强了 就他写什么玩意儿都像真的 其实呢从故事的寓意上来说啊 有几个故事包括这个该我开枪了 我是没有那么那么懂 或者如果说我理解的对的话 我不见得那么那么认可于作者的想法 作者的三观 但是我非常享受整体阅读过程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全年我打了五分的书籍了 这次选出来的书籍真的在各方各面上 差异度都很大 最近呢靠近年底 我有很多总结类的视频 想做出来和大家分享 但是呢又因为学校这边忙着 本年度的学术汇报 下周三就要汇报了 我的导师还不知道在哪个外国或者外星参加会议 因此我非常恐慌 尽量找一下平衡 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为我点推荐 投币 点赞 收藏 转发 一条龙服务 你的每一个小小举动 都是对我频道的大力支持 如果说你今年有读到什么特别薪水的好书 想推荐给我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